好,你覺得現在看到的情況就是 觸及20%,即是叫做技術熊市之後 就有一個反彈 你怎樣解讀呢? 是一個見底的徵兆 還是未來會有更大的幅度向下呢? 如果這麼簡單,古底的話 我真的不用做你一行 即是你每逢的指數 20%彈,你又覺得見底反彈 你可以考慮做短炒的話 拿這個牛熊分界線 即是技術性熊市的牛熊分界線 作為一個短炒的指標 在那些位置就是反彈 彈 但跟見底反彈就是兩樣東西 這個道理就等於一年前 恒指剛剛去到24,000的位置 大家看到開始彈 都不是一下子跌穿24,000 你又會想見底反彈 其實你看過 我們經常說 當真正觸及一個熊市結束 叫做觸底反彈的時候 第一方面一定會有些叫做恐慌性炮售出來 即是說VRX不一定要創新高 但起碼是一些真正叫做恐慌水平 四十幾五十樓上 你才有條件開始股去觸底反彈 所以我們近一兩個月都在說 港股是有條件股例的 但問題是你美股上面 現在才開始做個調整 簡單點說 你現在美股想的 是否一個真正一個行一個大熊市 即是會不會走紅一、紅二、紅三 現在的極其量就是 可以肯定一個牛市應該結束了 即是13年的牛市結束了的情況 會不會這樣短短調整完 然後又再行 那就不是叫做牛市結束了 為何我們確認牛市結束 因為美股 就不是只有標普500一個指標 我覺得如果你看美股上面 近這五六年來都是以四個指標為主 例如道指不用說 標普500、納指和羅數2000 反映四樣東西可以完全 即是如果你四樣都用完 可以完全反映著美股的實際狀況 但你想想四個指數裏面 納指或者說的是羅數2000 一早是一早 在3月、2月污和局勢開始的時間 已經高位跌多個量性 一早陷入技術性空市 現在最新只不過是到標普500那段時間 又陷入技術性空市 所以未來的紅市 可能沒有錯的 這些位置要彈一彈 自然就會想到有些人覺得 不足低反彈 但問題就是 未經歷 即是美股暫時未經歷 一個很明顯的恐怖性炮銷的情況 短線來說其實彈是會的 但你去買相機的時候 你要自己轉身轉得很快